我們這次繼續講到關於婚姻的輔導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自己做好我們的婚姻 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輔導別人的婚姻 以及輔導那些未結婚的人 怎樣去面對婚姻 其實婚姻的問題和人際關係很相似 很多人際關係都是 都是加深的時候就好像婚姻關係 為什麼婚姻關係會有點相似呢? 因為基本上兩個人相處得很密切 所以有時有些同工事奉的時候 當關係很密切的時候 如果好就大家開心 但當不好的時候就會有衝突 越是見慣的人 越是會覺得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都這樣說話的 他經常都這樣做事的 就會有一種排斥感 這個就是在婚姻裡面嘗試發生的事 所以其實認識到婚姻的問題 基本上是知道人相處得深度的時候 就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就先分享 其實那些就是相處得久了 見得多了 就會顯出他的圓形出來 而他的問題的時候就會顯露出來 我們這裡其實都會講不同的要點幫助大家 這個第一要點就是 時事引致婚姻問題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很重要就是 因為人缺乏愛和自私 很多時候結婚就是 我丈夫不理我 他不幫我 他不做什麼 或者太太很含沉的 很長氣的 總是注目在別人身上 總是說他沒有做什麼 他沒有做什麼 有個弟兄就說 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已經很不開心了 不開心的時候 他就很想他的太太會抱抱他 但是他因為不開心 那太太看到他不開心 又更加不想抱他 在他不開心的時候 他很想對方抱他 這個就是希望得到 但是當他單是想得到的時候 而對方沒有了 就會失望 就會不開心 對方也都看到自己的表情 又不開心 但是如果另一個心態就是 我當然用輕信得勝的方法 就是做工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不要緊的 那些人所做的是他的問題 我靠著耶穌時就起落 回到家 就算今天發生什麼事 一樣回到家的時候 衝去起落平安 然後回來見到長官太太的時候 都一樣很熱烈地去招呼或者擁抱 去讓他感受到愛 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開心 譬如我自己來講 我形容我回家 如果我太太在家 我們當然在電話回來的路 都會一路跟他聊天 我現在走到街角了 我現在入第一個玻璃門 第二部升降機了 第一部升降機了 第二部升降機了 然後他就會開門 但是更多是我在家 然後他下班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在老徒那裡 我就一路跟他聊天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是很珍惜的時間 為什麼我們這樣做呢 因為呢 第一 這個是神的吩咐 我們彼此相愛 第二 是享受更多的 更加享受 更多問題可以處理到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可以提升 就是基本上 很多人就是沒有想著付出 很多人結婚 都想著什麼 我要生孩子 我為什麼結婚呢 有個人照顧我 我為什麼結婚呢 我想有個經濟之全 全部都是我想得到什麼 而不是說 我要去愛這個人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去愛 這個不只是婚姻 就算大家相處都是一樣 我要祝福 很多人來到教學 沒有人關心我 是不是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 我們應該想 我們來到教學 祝福人 當你經常祝福人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 跟別人的關係會好 跟別人見到你有開心 那麼他被祝福 自己也都被祝福 我經常都是這個心態的 我從我信耶穌開始 我已經沒有想到 為什麼那些人不關心我 我一回去我就去關心人 這樣的時候 我永遠都有朋友 所以婚姻裡面 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想著對方想怎樣 就是我去付出 第二 人生命中有很多 未曾處理好的問題 其實每個人都有很多煩惱 罪 猛症 怒吵 激氣 未處理好的問題 都有很多一宅 兩個人走過來 一人一宅 這個一個垃圾袋 那個一個垃圾袋 走過來 有兩個垃圾袋 當很多問題的時候 沒有處理到的時候 是會有問題 所以一個人結婚的時候 我們要明白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 將兩個人放在一起 可以將兩個人的好處放在一起 也都可以將兩個人的問題放在一起 所以應該是處理好問題 才去戀愛和結婚 那你說這樣 就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快點學輕鬆得性 處理好生命 那你經常都喜樂平安 那時候是人見人愛的 你經常都低層 經常都想 有一天有一個人安慰我 那時候 這個心態是不健康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他未結婚 他經常都很不開心 都沒有人喜歡我 我都是結婚 都沒有人 到他結婚 他又很不開心 因為那個丈夫不合理想 於是他又很不開心 到後來很可惜 他丈夫離神 他又很不開心 因為他做了把父 在他未結婚 結婚和丈夫離開 都是不開心 一生都是想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時候 是很失望 但當我們經常都比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喜樂 甚至在耶穌裏面 真是佩偶離世了 適奴歸主了 我們都能夠在耶穌裏面 有平安娩樂 就是我付出不計較 得到什麼 越不計較 越得到多 你越依靠耶穌 越得到多 所以首先就是 處理個人的問題 由人對婚姻錯誤的觀念 經常都說 我希望 大家都可能看過 我那個很man的 我那個很溫柔的 man好一點 溫柔好一點 總是誇耀 我想得到一個什麼人物 但當你想誇耀一個 得到什麼人物的時候 發覺man的多的人 通常是這樣 未結婚的時候 他很man 到結婚的時候 他就會把字改變 他很粗魯 他很大男人主義 他很自以為是 他什麼都要我聽 就會變成這樣 他很溫柔 然後變成什麼 他很猶豫 他經常慢吞吞 好像吃了一口豬油 那些解釋是會完全改變的 因為他只是期望 當你期望的時候 我們就會失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現 對方有些東西會令人失望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有些人令人失望 就懶惰了 不開心了 這樣的時候 就會婚姻有問題 但有失望的時候 會逐步提升 不是教訓他 逐步提升的時候 婚姻就會改變 這個觀念就是 我去提升對方 當然最好就是 兩個生命處理好的時候 然後一起相處 但是兩個 兩個處理好生命 兩個好人一起 都會有問題 為什麼結婚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男女是很大的分別 為什麼兩個好人結婚之後 兩個都覺得對方好像壞人一樣 因為他想期望的 得不到 為什麼丈夫不回應他 覺得他是壞人 但其實這個是男性 很多時候會有的 男性一定是要女性 鼓勵他多一點 所以戀愛 他就有很多話說 因為他覺得被愛 但一結婚之後 開始暗沉 他就開始少說 越磨得多 他就越少說 所以 越是幫助他提升 但你也說 不是 他本身就是這樣 你本身就是這樣 你都跟他結婚 是本人的選擇 所以未結婚 你要看清楚 的確有些人 結婚才發現 原來他是這樣的 其實未結婚也知道 不過 就想著結婚之後 會好些 這個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是你想著問題在那裡 一定會加深的 所以一定在未結婚之前處理好 那你不會永遠不會處理完 不過起碼你發覺 對方是願意處理 才可以 如果你說 可以了 到時可以了 是不行的 好了 就是這個錯誤的期望 只是想對方得到什麼 當得不到的時候 就會暗沉 會發脾氣 不開心 這樣的時候 婚姻就有問題了 其實基本上 多數婚姻問題都是這樣的 男的少出聲 少關心 女的 就很想對方關心 得不到的時候 男的就會說 女的 為何你這麼 結婚之前 這麼溫柔 現在沒有溫柔 她就會不出聲 女的 一看到男的 她就越多出聲 兩個人越來越排斥 這是一個很常見 很多婚姻 都是類似的情況 第四個問題 就是家人的問題 兩人都有兩個垃圾 家人 尤其是未信耶穌 還有更多垃圾 因為她可能有很多老氣 為錢 為家庭問題 住屋問題 很多問題 都在一起 還有有時候 也可能跟其中一個家業 就是這兩夫妻 其中一個是有些問題的 譬如說 有時候有些奶奶 就不太喜歡媳婦 因為覺得我兒子這麼好 應該要娶一個更好的女生 為何這個女生 都不夠條件 就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很多女生出嫁之後 就覺得那個奶奶 就好像覺得她不合心 還有她覺得她搶走她的兒子 以前的兒子 那時候很聽話 現在有了老婆 就好像不太聽話 吻痴媽媽 就會有這些問題 產生 所以這些是要一早預先去知道 並且開始去處理 有些人說 這樣這麼麻煩 我不要結婚了 如果你能夠 真是獨身為主 是OK的 但是你有一個好的婚姻神 為你準備的 亦都是非常好 是可以更大的發揮生命 更大的提升 我太太對我的生命 很大的提升 因為幫我更加 聽到人說話 更加能夠關心人 更加懂得去 知道人的需要 感受人的需要 是我生命的提升 亦都幫助我廣道 更加人性化 不是 我的廣道是會上天的 經常都說 在天堂真是好 現在才會下地 這個就是兩人家庭的問題 第五就是人對配我 不切實際的期望 男人就期望 太太溫順柔 這個通常都是 女生通常會是這樣的 但當她一發覺不合心的時候 她的壓力就好像壓力 到越來越緊要 越來越緊要的時候 她就越不開心 當男發現對方不是這樣 她就失望和心埋怨 她就開始說 其他我認識的那些女生不是這樣 跟她聊天 爽快一點 開心一點 很多時候 男性覺得 太太很長期 但她普通的同事 女性不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這樣 因為她不是天天面對她 不是經常見到她的問題 所以她也不會要求她 要關心她 所以她覺得 跟同事經歷的時候 我看到有些 我曾經走一山路 有時有一個男一個女兒 在那裡坐地 輪流坐地 是做工程的 就是那些路的工程 她倆有空 好聊 但她回家未必會這樣聊 為什麼她倆好聊 因為兩個都沒有對對方的要求 沒有要求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好聊 女兒就期望丈夫專注在自己身上 這是很正常很健康 不過的而且有很多男性是不會的 那她怎麼做呢 那很多女兒就會扭計 用傷害去激一下她 或者發脾氣 但結果是相反的 那提升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我喜歡你 你和我一起經驗 我很開心 嘗試這樣表達 但有很多女性很難 我說我很開心 就好像她很高 嘩我呢 哎呀 你和我一起 我很開心 就好像我很低 她很高 其實不用這麼想的 你見到她很開心 她是會更加開心 你經常都說 看到她很開心 她會很喜歡和你一起 她會喜歡和你一起 多於跟其他女性一起 那我太太 如果我見親 她經常都說 我今天陪她是bonus 就是額外的 好像一個額外的獎品 她有時呢 她今天沒有戴 她有時戴一個 那些headband 叫做什麼 頭褲呢 就是有個蝴蝶結的 她說呢 這份就是你的大禮物 所以我是很歡喜的 她是有一些蝴蝶結的頭褲 就是說 不是只想對方怎樣 而是我對她怎樣 那她開始會改變 她會越來越開心 更加越來越 更加越來越 接著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套在人家身上 我這麼乾淨 因為全世界都乾淨 沒有理由這樣 怎麼搞錯 這麼亂 那些四處都擺 神就做女性 是特別整齊的 你去全世界 找一些寡老的家 你有幾個是乾淨 整齊的呢 是很少的 為什麼你期望她結婚之後 會整齊呢 既然跟她結婚 你就想著她都是差不多 不過她會改善 那時候你提升她 你今天整齊了很好 那她就會提升 她下次會記得 你每次都掌具一下 她就會提升 那時候 她就會喜歡整齊 但是每次她不整齊 你都罵她一下 她就不喜歡 不喜歡整齊 就覺得自己的處理事方法最好 人人都應該學我們 其實這些應用在所有關係 事奉 同事都一樣的 當我們經常都說 沒有理由這樣 做同事做到這樣 那時候我們想想怎樣提升她 第七 對方做得好的時候 就愛對方 做得不好就責備對方 即是說 她乖就愛 有些人教授 你乖我疼你 不乖我不疼她 其實這個方法不是那麼好的 應該說 我永遠都疼你 我很想你越來越乖 越來越好 做一個好的小孩子 我們一起開心 好沒有 這樣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我們欣賞她 我很喜歡你 你乖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告訴她 我最開心見到你乖 那時候 就是對小孩子 她就會覺得 她乖的時候 是有獎賞 她的獎賞 就算父母的笑 已經是獎賞 你記不記得 你的父母對你笑了笑 是不是有獎賞 是覺得很開心 當對方要做得好才對她好 這就好像律法主義 基本上社會都是律法主義 一定要做好來討好對方 當被窄避的時候 就有負面的感覺和抗拒 而無條件外 是能夠推動的關係更加好的 第八個就是 人體重事情多於關係 這裡有個天平 事情重要 有些人會因為跌壞 那碗大鬧一頓 那碗值多少錢呢 是不多 那關係值多少錢呢 因為根本用錢 就不能用錢 根本的價值 遠超過錢 但人會因為那碗跌壞 而大鬧一場 或者洗碗洗不乾淨 洗碗洗不乾淨 就慢慢引導她 但是很多時候人會 好像事情做得好 是比這個人的感覺更重要 我們覺得其實最重要是她的感覺 但有些人說 她的確確對方真的好不好 經常都不做事 甚麼都不做 做了些不對的事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便會提升 就是我們知道她是這樣 最好就是 你結婚之前已經處理 還有你知道 這個人都是處理生命 幫助她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進入婚姻會更加好 那就能夠提 即是說 能夠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一些事情 順利而發猛疹發脾氣 第九就是 沒有想到婚後 改變婚前的生活方式 就是想著 我未結婚的時候 我每天都是這樣 我去玩 去吃 打球 我結婚之後都會一樣 這個就是沒有準備 兩人的生活 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是兩人的生活 不是說 我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因為未結婚 我想買甚麼 買甚麼 我去哪裡都可以 我甚麼時候度假都可以 我甚麼時候拿假都可以 就算我炒自己的魷魚都不要緊 我以後就找我 單身的時候 比較輕鬆一些 但結婚之後 就不可以這樣隨便了 第十就是 要求高 這都是一些問題 就是要求高 很容易埋怨 批評 忌怨 就是以為這樣會提升 以為這樣會好些 但其實越猛是越不好的 可能有些人聽我一邊說 一邊說 唉 我的配合 根本這些全部都不適合 為甚麼 他根本完全甚麼都不做 你說的全部都是那些 乖的 他聽說那些 他沒有做的全部都沒有做 即是不應該做的 他全部都做了 那怎樣呢 當然 我都會困難的 但是 我們如果能夠對他 有更多耐性和愛心 他可以逐步提升 既然他是這樣的時候 他都不會一下子改變 所以你越吻就越不改變 那你就慢慢一步步提升 起碼你笑多些 他見到你的仇武的不發怒 就算有一個罵你 你也是這樣站著聽他說 又不需要發脾氣 因為你知道他有罪 那他發脾氣就由他發 由他發不受的影響 這個當然是最好能處理到的程度 但有時候都會覺得難的 但難起碼不要加強 不要在那裡罵 離婚了 走了 這樣的時候更加暗熱的 好 還有呢 習慣清理內心的垃圾 很多人結婚都是不清理的 尤其是對方的埋怨 全部都積住了 就沒有去處理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是人生沒什麼樂趣的 不懂得笑 不懂得享受人生 經常都是 他們有一些享受 那些享受是什麼呢 看電視 玩手機 就是全部是被動式的 就很少是令人開心的那種樂趣 這種樂趣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怎樣 看電視 那種笑 不是我講這種話 因為他是看電視 那你看電視 難道對方經常去做 小丑給你笑 對吧 對方會嘔不能夠 不會經常做小丑給你笑 就是他要靠別人 做一個有樂趣的人 就是我們會經常 什麼事 大小小事 都可以成為開心的人 的時候 就是譬如我和太太 無論是等車 洗碗 就算錯過了班車 在那裡等 我們都是覺得拍拖時候 就是任何時候 都沒有什麼所謂 不要緊的 搭不到班車也不要緊 去到那裡去錯了也不要緊 去到那裡下雨也不要緊 因為下雨也坐在那裡聊天 即是說 什麼時候都能夠享受 令對方享受 這個其實我們任何時間 都應該這樣做 好了 建立婚姻的要素 怎樣去建立呢 第一就是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必定是神來改變我們 有神的愛 又有對人的愛 婚姻好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用人的方法 是不能夠真的 產生長久的婚姻 所以右邊是 跟神的關係有 左邊就是服侍了 愛神 接著服侍了 那婚姻就會好 有些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這樣 說要做什麼 我不做了 總之我現在這樣 我每天有飯吃 我每天有睡覺 我可以的了 但是我會說 如果你願意在婚姻付出 你會享受更多 你記不記得戀愛的時候 如果中間有結婚的 你戀愛的時候 會不會開心一點 你想回去那個時候 想回去的時候 你越以付出的時候 就越好的 好了 第二呢 就是家庭祭壇 一起去 在聖經祈禱 去讚美神 去親近神 去祷告 為家庭各樣的事祷告 神的同作是會祝福的 家庭的祭壇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呢 就是很重要 上夜同神 這個跟著同人 就是愛和滿足對方 經常都是去做一些事情 是為對方好的 無論大事小事 其實很多事情 可以令對方好的 他想喝茶 他想喝茶 立刻跟他拿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他要做什麼 幫他做 或者陪他做 其實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 有時候有些丈夫出去打球 那個太太就說 打球我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你陪丈夫去打球 看她打球 然後拍掌 你打得很好 是對她的鼓勵來的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嘩 不行啊 或者你很忙 那你不忙 你來了去一次都可以的 就是總之 我們總是做一些 令對方開心 這個就是婚姻好的原因 如果我們只是想自己得到的時候 就不一定得 這件事其實丈夫做的 是不容易很多 為甚麼呢 她經常在這裡煮飯 應該是丈夫都分擔 洗碗 就是一起做 我洗碗 我太太太一定會說 我珍惜這段時間 所以跟我一起洗碗 我說你快點做事 你很多東西做 她說我現在第一件事做 就跟你一起洗碗 就是她就會享受這個時間 那我們中間的丈夫 其實你想太太太對你好 是容易多很多的 幫我做家務 是呀 幫忙做家務 她會開心很多 我也鼓勵太太欣賞 就是說 你今天跟我做家務真的好 就不要說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你現在才開始做 你覺得很厲害嗎 就是這樣 就是她做的時候 她做得這麼多就是欣賞 其實相互都是 其實這些原則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做在對方 好像不太強 因為她經常都不聽話 我要這樣欣賞她 哇 她其實很多不好 她現在小小乖 小小乖 好像發牙伸出來 然後你就撥她一下 撥她一下 撥她一下 沒有錯 你想她更加好 你就欣賞她 不要撥她一下 就不要說 你以前那麼久都不洗碗 你現在才可以洗碗 你想撥蚊 有時候真的會撥蚊 有時候真的會撥蚊 說話 這麼久都沒有洗碗 你知道嗎 她不會覺得舒服的 好像很簡單 為她按摩 為她換衣服 幫她拿衣服 這些都是很簡單 譬如我背後 我站在旁邊 立刻就幫我背另一邊 我們也有時候 我們會 有時候我們做一些動作 是純環的 譬如她背後 她在電梯走 我就在後面托著她 她變得背後沒有寧量 其實她不太重 不過我只是一個表達 她就覺得 她就覺得 一種我表示對她的支持 和愛 一種關心 這種就是我們 幾時都能夠對人祝福 其實這個不只是在結婚 日常生活都一樣 大家跟我相處的人 都會知道 我整天都是祝福的 我整天可以幫 我都幫的 這個心態 我越多朋友 越多祝福 我真的很多朋友 很多祝福 多得很緊要 多謝 這個五個愛的語言是非常緊要 是由丐瑞巧梅所寫的愛之語 裏面拿出來的 這個應用在所有關係裏面 第一是專注時刻 專注陪伴 意思就是說 不看手機 不打短訊 不看電視 兩個陪 那有些人說 那陪著她做什麼呢 是 聽一下她說話 首先聽她說話 不要猛 有些人就會猛 很多問題 很多不開心 很多煩惱 她每一次聽 都是很多煩惱 當然有問題要講 不過我們講的時候 都要給人有空間去回應 給人有空間去聽 這個是很重要 有時候 這個傾向通常會 太太比較多 她有很多問題 說丈夫回來 只有這個時間 快點傳光給她 傳光給她 會覺得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就想 在這個時刻 其實專注時刻 最好就不要只是訴苦 應該說更多是 去關心和愛她方 那有些人 怎樣關心怎樣愛呢 我的而且確是 輔導過不同的夫妻 和男女朋友 發覺是 很多人懂得去愛 不知說什麼說話 其實愛可以是 但是 你追她的時候 那個方法 就OK的 我見到你就很開心 很喜歡跟你一起 很欣賞你 我見到你就開心了 我很想做些事 令你開心的 我有什麼可以做 令你開心的 這些說話很簡單的 其實你好像 對小朋友 你不是當他小朋友 你哄小朋友 都是他喜歡的 你做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太太會喜歡 她不會說你當我小朋友 什麼 專注的時刻 就是專注的時間 跟她在一起 可能有時 不是有什麼特別做的 兩個人坐著 對著海 不過你不要整個時間 都沒什麼出聲 就是你有時就說 很漂亮啊 那個海 你看她的雀仔飛 就說這種話就可以了 你一跌得意 雀仔 我周時發現 有一隻雀仔飛 後面有一隻 她有時回去 待會她走過來 我又告訴大家 總之小的事 大的事 我們都會談的 裡面發生的事 我們面對的 都會談的 那時候 我們真的是一個伴侶 在人生的路程中 有一個伴侶在一起 好不好 當中有些人說 未結婚的 千萬不要說很酸 聽完 其實我們可以有 弟兄姐妹 好像我這樣 本來我打算是 單身服侍去宣教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後 我都是想著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 一點都不高單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我經常都幫人 周邊都是朋友 大家都可以這樣 經常祝福人 你就會有很多朋友 但就不是四處流程 就是如果四處 這個又有 就是這樣的時候 四處流程 就有問題了 第二就是愛的言辭 就是欣賞 關心和愛的說話 有時有些男性就說 很假而已 那只有一個講詞有什麼用 但當一個人真的喜歡 一件事他會說 正如一些男人 喜歡看球 他當然會說 他喜歡看球 他自然會說 喜歡那件事他會說 他喜歡女生 有時會告訴別人 那個女朋友 那時候會說 有話要說 但到結婚之後 就沒話要說 他已經變了一個 長氣的太太 回應他 變了一個長氣的太太 所以覺得沒話要說 但是太太也要配搭很重要 不要期望他很快回應 他慢了回應 不要發脾氣 你就說 我也想聽聽你有什麼感覺 你有什麼看法 你告訴我 我很歡喜聽的 就鼓勵他 就不要說 快點說 有些人以為這樣 鼓勵的 快點 是沒有幫助的 我很喜歡聽到你說話 你說歸你的話 我很開心的 這個會令人歡喜 這個不只是用在夫妻關係 跟教育也是一樣 我四處去跟別人 幫助別人的靈命 我都是這樣跟別人說話 都是說 我聽你的分享 我很開心 我這樣 感謝主 神在你生命中 做很多工作 這些正面的 肯定的 關心別人的說話 第三 就是愛的禮物 愛的禮物 不一定要很貴 很美 不是一定的 是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 任何有小的事 在我銀包裡面 有我們的結婚相 這個是我太太和我細心做下去 是量好尺寸 試過尺寸 什麼尺寸才放得下去 這張是另一張照 這張是夏威夷 我們是妻子 和我們是妻子 這是另外一張照 是另一張照 這是另一張照 這是另一張照 即是說 這些都是她給我的禮物 也是 我很多時候鼓勵人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的婚姻是健康 其實一個人的婚姻是健康 代表她和人的關係是健康的 為什麼呢 他能够跟他日直相对的人相处得好 就是他跟其他人相处得好 有些人跟其他人相处很好 不过跟丈夫妻子就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日直相对就容易生亡残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太太会看到 每一样东西都是跟关系有关的 那这个东西我是要学的 我们最近的车 刚刚坏了 以前坏了整 但今次坏了很贵 所以要买个新车 我太太上班一定要开车 那条路很远 我去看车的时候 我已经大约知道我想买哪一部车 有一次我去看车的时候 他试车他就开车在前面 因为那个公司的人就要坐在前面 坐在他旁边 我和他的父母就坐在后座 那我就累了 那天真的很累 我就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 他在途中就说 我现在在加速 他父母就听着 加速感觉如何 够不够力 上赤路了下赤路了 现在杀制了之类之类 但他就看到我整天都睡了一觉 就是那个时间 其实很多事我都和他一起做 不过那天我就睡了一觉 那我就觉得 我都大约知道我买哪一部车 那我那天睡了一觉也不要紧 就是我总会和你一起去找到那个车 但是他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陪伴 就是一个生命的陪伴 我们一起做这一天 他觉得是很重要的 很多太太都不觉得是重要的 很多太太去买东西 已经习惯了自己去买的 但是我们买东西 通常都是两个一起买的 无论买我的东西或者他的东西 我们都一起买 那他就很想我能够一起参与 就是看那些衣服 都给他一些意见 那的确实有帮助 我买的那些衣服 其实他比我多看 因为他会玩 然后让我试试 然后去看 但是他买的那些东西 我又不太懂得看 但是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他告诉我陪伴很重要 所以我就学习了 我要留心 那当天我就睡了觉 他回来 他是不开心的 那不开心我就去明白了 了解了 就是说原来在他来说 这个陪伴就是说 我们人生的陪伴 无论是什么事情都陪伴 一起去面对 一起去做决定 在他来说 觉得这个就是伴侣 就是一起 两个人一起的 那这个观念在我来说 都是新鲜的 因为我们觉得 如果男人买东西 可能我知道买什么 那我就去买都可以了 但是他喜欢我们 两个一起去做 就算有些人 我明知要去买 他都喜欢我一起去做 那这个就是一个 陪伴的生命 那意思是什么呢 每一样的行动 都可以成为一种的 关系的建立 那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的 你的好朋友 你会带人去买东西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会 带丈夫去买东西 因为他没什么心思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丈夫的 都跟太太在一起 太太会是欢喜的 就是说是一个陪伴 陪伴一起去做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行动 这些都是一种礼物 这种对对方的礼物 好了 第四呢 就是服务性的行动 就是有一些 有时很小的事 也有时有些大的事 有时有些是辛苦一点的 有时有些小的事 例如我明天 我要做一个辅导 我太太做了一个什么呢 她平时要开车上班的 她明天让我用车 因为我去那里是远路 去天水围 不是辅导 是帮一帮学生 她知道如果我坐车去 是要过几钟头 她明天就约了她的同事 明天就车她 她平时车他们的 现在到温车后 他们车她 然后接她回来 这个就是她一个 这个某一种程度的 帮助我 是一种服务性的行动 这个我觉得很欣赏的 因为她知道我 听人对我来说 动物车是会很有帮助的 有时一些小的事 浸会水 或者一些按摩 这些都是一些服务性的行动 其实这几件事 是可以应用在很多人身上 这些组员都是的 组员觉得你会帮她 她会觉得你真的好 还有我们都要留意 有哪个人帮我 我们真的要欣赏 记住 放在记忆之中 这个世界上 真的对你好的人不多 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好 如果我们发觉 有些人真的会对我们好 这个是礼物来的 我们一起说 有人对我们好 是一个难怪 我们要欣赏 尤其我们的父母 不要顶撞他们 欣赏他们所做的事 令他开心 这个其实是神欢喜的 常常都令人开心 由身体的接触 在夫妻来说 当然就会更多 但是有时男性 一想到性关系 其实不需要跟性关系有关 有时怕他 拥抱 拉着他的手 一些小的动作 都是表达爱的 总是表达令对方觉得温馨 其实我们在门睡时 有些丈夫或太太都说出 我很想我的丈夫或太太 都会拥抱我 是觉得享受的 我希望大家会用一些身体接触 追寻时就很想 很多男性很想更多恨度 但那种是想得到的 其实那个心态 很多人未结婚时 我想得到他 我想得到更深的关系 但当得到时 他又没有什么兴趣了 因为他只想得到时 就会有神一字终 否则他就不会去了 而很重要的 这个五个爱语言 是 下面我们一起读 按照对方想得到的爱语言 来表达对方的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你说 我很想我太太年生 所以我买一些机器运动的机器 买几个雅铃给她 作为生日礼物 看她喜不喜欢 反正有很多太太就说 搞错 你买那个机器你自己用 我不想用 虽然她的运动是好 不过 你用这个方式 她未必是喜欢的 爱的语言是她喜欢那天 她喜欢你陪她 你就陪她 但很多人说 她喜欢那天 我不是很喜欢做 这个就是爱 就算我不喜欢做 我都为她而做 这个就是爱的行动 我未必很想陪她买东西 但因为爱的缘故 我陪她买东西 她就觉得被爱 这个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 在婚姻里面是爱 然后才到沟通 不是沟通最重要 是心里面真的对人好 同样做了好基督徒 最重要不是你会不会传福音 不是你有没有圣灵充满 是你会不会爱神和爱人 真的看重神 最大的动力就是 神你这么好 所以我很喜欢做 神你喜欢的人 这个就是 即是跟神有一种爱的关系 神喜欢我就做 我周围的人喜欢我就做 这个就是爱 好了 第五 就是体重建立 体重和建立关系 居于体重事情做得好 就是这个建立得好的 就是说 体重的关系 是重要的事情的 一起做任何的建立关系 大家看到这里 左手左上角 拍照 拍得怪弹点 都是一种开心的时光 是吧 我们试过拍什么呢 拍对鞋 我们在吊车那里 我们就拍对鞋 在吊车上 就是呢 其实我们拍很多照 我们去哪个地方都会拍很多照 我们就特意买一支 我们曾经用过不同方法 但现在最近就买了一支粗的神棍 那些是有得按住那种 那些神棍自拍神棍 那我们就放个相机在那里 那接着就自拍 那我们就去到哪里 我们都有拍照的 一起倒垃圾都可以是一个 开心时光来的 当然有点开心的运动 去活动是好的 你都可以出外去走走走走走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其实贴徒都应该做的 都应该运动一下 你没结婚都应该运动的 是吧 那你可以找一些祖言一起运动一下 这都是一个建立关系的时间 好了 很多人呢 怎么建立好关系 就是情绪智商高和成熟 就是说 不要那么容易激气 怜气 不要那么容易小气 沒那麼容易妒忌 心會越平穩安靜 越平靜 關係越好 女性有時很容易會因為對方做不到 於是會發穩症 但越發穩症對方越不做 但越是有情緒智商是好的 越是愛對方的時候 對方就越容易愛她 即是越溫柔 對方越容易愛她 丈夫也能夠聆聽 太太也會覺得更加好的 其實通常來說 我看到很多是太太愛丈夫多過 丈夫愛太太 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鼓勵當中的丈夫 更多去愛太太 而太太也都令到丈夫愛你 是容易一些的 即是用一個柔和的方法 就是婚前婚後的健康的調教 單身的時候 就自我為忠心 即是她自己想做什麼 又結婚之後以我們 什麼都是我們 就不要說我現在去哪裏 我們一起去哪裏 我們一起度假 我們一起做什麼 就是我們 要體恤對方 關顧對方 第八呢 這個觀念非常好的 就是感情銀行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經常去銀行拿錢 到最後那個銀行的錢都拿了 你一定要存錢 婚姻都是一樣的 你有存的時候 你才可以拿 你一定要付出 才能夠有愛的回報 不過有些人說 那我又放些 又拿些 其實最好 整天都是放進去 很有趣 在愛裏面 你整天都放進去 你自然又會收到 當一個人 譬如她又放進去 但有時又會拆散 譬如搖交 或者要求對方 這樣的時候 其實未必是好的 所以我和太太 雖然我有時做不到 她想做你的 但在一個過程 我承認我錯 我又會嘗試去改 我會告訴你 我可能不會這麼快改 不過你可以提醒我 我會繼續努力 但有一點我會留意 我不要故意去傷她 因為一次的傷害 可以留下一個痕跡 一個傷害 其實我們跟沒有人關係一樣 對父母 不要覺得 我都很多次對父母發脾氣 再多一次有什麼所謂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父母發脾氣 是對她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對任何人 都是不要一次的傷害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我和你聊天 然後我就擱在你一下 令到你很傷心 可能你以後都不想見我 即是說一次的傷害 可以造成以後的關係的分裂 所以希望大家 體重不要傷害對方 而時時都是擺入的 時時付出 自然你會收到的 你不用特意拿 你不用特意說 我對你這麼好 你對我好 你不用說 他自然會對你好的 好了 寓意遙書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會說 結婚那天 你做什麼什麼什麼 結婚之後你做什麼什麼 一路數回頭 想回很多東西 其實是無謂的 他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專注在怎樣提升他 就不要再想回舊帳了 不能夠不遙書 一定幫不到對方 一定關係不變差 現在變差 誰受苦 是自己受苦 好了 第十就是願意解決問題 願意和好的 不要控訴 總有辦法處理 大家談吧 談的時候不要激氣 對方做不到 不用激氣 同樣 同工相處都是這樣的 我聽過不少同工相處 就發脾氣了 甚至有時候 組長和組員 組員沒有做到那些事情 就激氣了 其實不用激氣 越激氣 他越不改 越不做得到 我們用柔和的心 反而他會做得到 第一 建立樂趣 就是做一些令對方開心的事情 將家庭建成一個開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時時一齊 是做一些大家都享受的事情 聖經也有說到 神令我們歡喜 在詩篇一八零四篇十四節 神做草給生中吃 有工人使用 給菜喪 得到食物 又得酒能夠餛人的心 有油能夠養人的面 有糧食 能夠養人的心 就是神都令我們歡喜 所以我們都學習 去令周圍的人歡喜 這個理論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愛的三角形理論 就是一個心理學家史丹寶 他講到有三個成分 第一個成分就是親密 第二個成分就是激情 第三個是承諾 親密是什麼 即是大家溝通得好 大家很有聯繫 大家的相連 聯合是非常之強的 這是第一種親密 第一就是激情 一見到他馬上就笑了 很開心 一種初戀的感覺 其實這種是可以保持的 我和太太都是一恩 我又經常欣賞他 他見識我就笑了 我又見到他 我又笑 這個就是心裏面真的歡喜對方 第三個就是承諾 就是婚姻 或者就算戀愛也有個承諾 承諾就是我同時 我不會和你拍拖 我是會尋求神的心意 這個婚姻是否神所預備 這三個成分 我一起講一次 親密 激情 承諾 大家明不明白這三個觀念 因為等一下要講出這三個成分 有和沒有的分別 第一個親密關係 譬如很簡單 你的自己朋友就有第一種 親密 自己朋友就有這種情況 激情 通常來說是在戀愛的時候 或者有些人 有時單戀也會有的 有時小朋友小時候 見到老師很喜歡 他有激情 即是他裡面很喜歡他 我想我們中間都很多人試過 小時候見到老師 會很喜歡 但這個激情是會改變的 好了 這三個成分 第一種是無外 三種元素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這樣的時候是根本無外的存在 第二種是迷戀 只有激情 只有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 是不是一定好呢 未必的 我們看那本書 沙士比亞 是沙士比亞 是沙士比亞 羅密歐 羅密歐 與朱尼葉 就是很明顯是一個迷戀 根本他都未曾認識對方 即他不是很認識對方 一種很喜歡 看到樣子就喜歡 那種情況 這個在愛情裡面是有的 不過問題是不是 就是靠這些人維持 但是很多人就是靠這些人維持 還有很多電影講到戀愛 都是兩個人在沙灘那裡 拖著手跑 又向著對方跑 戀愛就是激情 其實激情只是戀愛的一部分 第三就是喜歡 只是有親民 即是說大家很喜歡 但這就是只有朋友關係 就不是有激情 又不是有承諾 第四就是空愛 只是有承諾 譬如只是結婚 不過結婚之後 對對方又沒有特別的 就是總之兩個人 就好像住在同一間屋 但是婚姻一點都不快樂 這就是空愛 第五就是同伴之外 有些人結婚之後 都有同伴的愛 兩個人相處都不錯 又不吵架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不過就沒有什麼激情 有些婚姻過了很多年 是沒有什麼激情 即是不會見到面子特別開心 這就是沒有什麼激情 就是有儀式的愛情 然後第六就是浪漫的愛 就是有親吻有激情 不過就沒有承諾 就是怎樣呢 有些人就是 嘩 很喜歡一起同居 但是沒有承諾 只在乎曾經擁有 不在乎天長地久 即是說現在有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現代人有時候會這樣 到時沒有激情 有些人就說 我已經沒有感覺 我看到沒有感覺 那我們可以分手 有些人就是這樣 沒有感覺 即是以為感覺就是愛情 愛情不是只是感覺 愛情都是願意 有這個關係 願意付出 有一個承諾 然後第七就是 愚蠢之愛 有激情 有承諾 不過是沒有一種親密的關係 即是兩個都沒有溝通 不過很興奮 沒有什麼存在 不認識對方的 第八就是完整的 我三人都有 有些人說 我們都沒有結婚了 結婚這麼多年 已經大家見面了 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怎樣開始呢 其實首先就是 整天對對方好 時常會掛念對方 也都告訴對方 我掛念你 我掛念你 即是時候會掛念你 首先我們要掛念那個人 體重那個人 然後呢 亦都一起去一些活動 去大家開心 時事會做一些 令對方開心的 時事呢 大家相處的時候 是互相有鼓勵 激勵的時候 是大家被欣賞 被愛的時候 慢慢有激情 會生出來 即是你兩個人呢 會有時去逛逛 聊天啊 欣賞一下 講一些開心的舊事 不是一些不開心的舊事 講一些開心的時光 那個激情會回來的 我希望大家 有耐性的學習 還有呢 學到是幫到人 因為 就算那些單身的 你輔導 你小組一定 經常都有些結婚的人 結婚的人 通常會做什麼呢 哎呀 好慘啊 哎呀 老公好慘啊 哎呀 老婆好淡沉 你會聽到這些話 好像小組呢 那些 即是 那些結婚的人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是很多機會 你去輔導的 不知為什麼 好像很多婚姻 都是有困難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人不知道 原來結婚之後 是要付出這麼多代價 婚姻才會好的 就以為結婚兩個人一起住 我已經跟他住已經是好 我跟他結婚 已經是好 但其實不是的 不會自動好的 希望大家都 反省我們自己的關係 今次上次所聽到的 第一 就是男女的分別 簡單來說 男女就是很多時候 看重事情 看重要被尊重 看重能夠自己的空間 去處理她的問題 女性就看重被關愛 被聆聽 被留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做對方所做的事 用愛心對她 有愛神 有愛對方的時候 經常做一些對對方好的時候 自然你的婚姻會好 是大家都享受的 兩個人吃飯 可以是沒有話說的 我經常都觀察人 我出去吃飯 我見過人吃飯 是由頭到尾 兩個男 一個男一個女 我鼓腳幾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如果是朋友 一定會說話的 如果朋友不會兩個人約來吃飯 然後不說話 就吃一頓飯 所以他們兩個 兩個坐著不說話 一邊吃一頓飯 一定是夫妻的 如果是朋友 一定會說話 有些人是不說話 也有些人是說話的 不是每個人都不說話 有說話 有不說話 不過有些人是事務性說話 看到她說一句就沒有了 那個人又沒有什麼回應 也不是看著對方 我見過兩個拿著手機 兩個在玩 各自各有自己的世界 我希望大家都反省我們自己的 婚姻狀況 反省我們周圍的人的婚姻狀況 我們怎麼可以做些什麼 去祝福他們 我們自己怎麼可以提升自己的婚姻 怎麼用愛心去對待 也都靠著耶穌在這時刻得勝 也都能夠進入這個婚姻輔道 都靠著耶穌 也都靠著耶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